中华文化远远流长 一脉相承 文化遗产承载着灿烂文明 传承着历史文化 维系着民族精神 今天是2016年的 中国文化遗产日 我们制作了特别节目 中国记忆 和您一起追寻 共同的文化记忆 今年初 湖北边中国乐团 随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埃及 以短短两分钟边中乐舞 惊艳埃及 它的灵感正是来自 湖北隋州曾侯以目出土的边中 那座灰红的墓葬 向我们展现了古人 怎样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呢 在湖北省博物馆里 存放着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它长三米二 宽两米一 高两米一九 这是目前考古发现最大的主观外观 这样一个巨大的棺果 不仅体型庞大 而且制作非常精良 它是由铜和木混质而成 两千多年的历史封存 丝毫没有改变它坚硬的质地 上面的文式图案依然清晰生动 似乎在向人们传递着 那个时代的某种信息 这就是著名的曾侯以目的外观 那么这个巨大的棺果 是如何被后人发现的 曾侯以目的发觉 有哪些令人难忘的往事呢 带着这些疑问 百家讲坛栏目组 走进湖北博物馆 邀请当年曾经参与 发掘曾侯以目的工作人员之一 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黄凤春 为您揭开2400年前 那段尘封的历史 还原一个神秘的地下宫殿 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 镇馆之宝第一集 发掘曾侯以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位于湖北省武汉市 东湖之宾的湖北省博物馆 我身后的这套边中 是一套扶持舰 原舰就在我宁静的展厅展览 这套边中是1978年 处置于隋州曾侯以目 提到曾侯以目 大家都可能恶熟人香 但是对于曾侯以目的发掘细节 以及曾侯以目发掘后的 对学生界的影响可能并不清楚 今天作为曾侯以目发掘的参与者 和一直从事中国考古发掘后研究的我 就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忆 曾侯以目的发掘细节 以及曾侯以目 除土文物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曾侯以目 位于湖北水县 也就是今天隋州市西郊的两公里的地方 这个地点叫做雷古灯 那么曾侯以目的发掘 从其他古墨发现一样 也是源于一场工程 说不同的是 就是当时所有地县级的文部单位 或文部队伍 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健全 所以说在曾侯以目发掘之初 经历了很多艰难曲折的过程 那么曾侯以目所在位置的雷古灯 是一个空军某部雷达厂的修理所 1977年9月 空军雷达修理厂 为了国建厂房 那么在雷古灯这一带 进行平整土地 雷古灯这一块地方 是一块红色沙岩的地方 那么在平整中 必须要动用机械和炮 来进行平整 所以说从1977年9月开始 雷古灯的上方 就是隆隆的机械声和炮声 在这里交织在一起 那么工程开工以后 有一个推土机师傅 就发现了一块异样的土蛇 这堆异样的土蛇 为什么会引起推土机师傅的注意呢 他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总感觉到推这块地方 费了很大的劲 于是他就下来 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他发现这个异样的土蛇 与周边的所有的土蛇都不一样 那么 由于这个推土机师傅呢 他不是考古的 所以他也没有在意 他只是下来做了一下观察 所以并没有深究 那么真正引起深究的是哪一位呢 是空军雷达修理厂 也就是当地驻军的一个厂长 叫郑国贤 他很关注 因为工程的需要 所以他每天到达这个地方 到达这个地方以后 也发现了这一片异样的土蛇 这个异样的土蛇是什么呢 就是说很多种颜色 与周围都不一样 因为周围都是很纯净的 这块土蛇就很花 他就想 这块异样的土蛇下面 肯定有一座墨障 但是说到郑厂长这个人呢 的确 他是一位 爷爷考古爱好者 在当时 他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所以一旦遇到 有关考古这一方面的科教片 他都会去看 他就想 这个地方可能也会出现 类似于长沙马王堆 以后汉墨的墨障 但是他也不确定 为什么呢 他所掌握的这个知识 是这样 墨障一般都是长方形的 或者是方形的 但是他看到这一片图呢 既不是长方形 也不是方形 也没有墨道 但是是一个不规则性 所以他也不敢确定 但是职业告诉他 他就想 这里肯定有东西 于是他就向当地的 水县文化馆 也就是今天的 水州市文化馆 进来报告 谁县文化馆 很重视 于是就派了一位干部 但是呢 这位干部呢 不是搞考古的 但是他懂得一点 古墨障的尝试 很快他就到达了工地 到达工地一看呢 这一块地方 除了土舌不一样外 那么也没有发现砖 也没有发现坟包 一类的东西 所以说他就跟这个厂长否定了 他说这不是一座墨障 你们可以施工 于是正厂长呢 也就无奈 所以说只有技术失封 到了1977年的九 也就是说工程进行两个多月以后 随着雷古登山体的逐步下降 那么这一片异样的土舌呢 已经是越来越清楚了 其中边线也很清楚了 那么这个正厂长又感到工地一看 感觉到很纳闷 他就想啊 这不是一座墨障 也一定是古代人工留下的一个痕迹 于是他第二次 向当时的随现文化馆进行报告 随现文化馆再次派来了一位干部 这位干部呢 他更不动考古 他到现场一看呢 他也觉得这跟墨障毫无关系 他说不是墨障 你们可以放心的施工 所以说经过两次否定以后呢 正厂长这个人啊 他还是不放心 所以说他呢就总感觉到 这个下面呢 有东西 所以说呢 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跟工程人员说啊 下一次你们遇到了这块土舌 如果有变化的话 应当及时向我报告 另外 在这一块土舌上面 如果再放泡的话 泡源的深度不能超过60公分 第二 装炸油的量不能超过200克 再一个就是一旦出现新的情况 就要赶紧停工 向我报告 所以这样 雷古登这一块三体 技术在不断哄明的机械下 已经浓动的泡声中 技术开工 这个时间 已经到了1978年的2月 也就是说 这个工程已经离时半年之久以后 推土机师傅啊 就突然在这一块异样的土石上面 发现了一层石板 很规征的石板 于是他就按照长长的旨意就停工了 就赶紧向长长出来报告 那么正常长立即赶到工地以后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于是他第三次向随县文化馆进行报告 那么这一次随县文化馆就派了一位 专职的文务干部来了 那么大家可能就会问 前两次为什么没有派这个专职文务干部来呢 因为前两次这位专职文务干部是出差去了 所以不在家 这一次来的是专门派他来的 这个专职文务干部曾经在湖北省内 走过这个文务培训 懂得一些关于古墨的一些知识 同时也懂得关于文物保护 政策罚规这一方面的知识 他到达工地以后看到的这些现象 给他的第一直观感觉 就是这肯定是一座墨藏 但是这一说是什么时代的 他不太清楚 但是这种规模以及这个形式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 所以说他就做出了决定 一级停工向上级文化主管部门报告 由上级文务主管部门来确认 正是因为这位文务干部的决定 才使得这一座重要的墨藏 冰简炸飞的墨藏出现了转机 这位日后科学发掘赢得了时间 很快湖北省以及香阳市的文务部门知道的这件事情 就立即组成了由省地县三级文务部门组成的联合考古勘察队 对这一座墨藏进行了勘察 勘探结果表明这不仅是一座墨 而且是一座保存非常完好的古墨 因为什么在勘探中打到了武国的伯板 而且保存相当完好 后来经过勘探 就是这个墨藏东西长是21米 南北宽是16.58米 国师的面积是220平方 这样大一个墨藏的话 几乎是相当于六个出西汉女师的长沙毛队一号汉墨 所以说这样一座墨藏应当说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勘探中在国师的中部发现了一个早期的倒洞 这样一座重要的墨藏的话 勘探队当时就决定了理解申报罚决的这个决定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一座墨藏到此时距离国盖板 只剩下80公分了 也就是说施工过程中 这一座墨藏已经快接近国盘了 根据这个墨藏的这个现场的环境 墨藏的中部既有倒洞 墨藏上方也正在施工 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墨藏的埋葬环境 所以说必须要对这座墨藏进行抢劫性的发掘 但是发掘这座墨藏的话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 因为根据国家相关的规定 考古发掘发现墨藏以后 要发掘的话 必须要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以后 才能够进行发掘 所以接下来的工作 主要是由考古发掘队 制定详细的发掘方案和发掘计划 然后足以向国家文物局报告 打开果盖板后 汪汪的积水一下子 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泄了气 接下来的挖掘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惊喜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镇馆之宝之 发掘增厚以墓 由于改变了墨藏的埋藏环境 所以不得不对这个墨藏进行发掘 根据国家考古发掘的相关规定 发掘墨藏必须要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以后 才能够进行发掘 于是考古发掘队制定了详细的发掘方案和发掘计划 逐一向国家文物局报告 1978年4月 国家文物局下达了准于发掘的批复 并由湖北省博物馆来主持 于是湖北隋州 一下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 人们期待着大幕揭开的那一刻 湖北省博物馆从全省抽掉了精干的文物考古发掘人员 购买了发掘所需的设备 发掘工作马上开始 发掘前首先是按照发掘方案所制定的五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就是截取墨坑内的填土 第二步就是截取果盖板 露出这个果实 第三步就是清理果内的淤泥露出器物 第四步就是完成合项这个考古发掘记录 包括绘图照相 第五步就是回天墨坑 就是截取官司回天墨坑 那么在这个五个部组当中 第二步是最扣人心弦的一步 因为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员 包括观众和工作人员都想知道 这一座墨坑底下究竟有什么东西 所有在场的人都想第一眼看到这个事情 那么当国盖板打开以后呢 就是国石充满了脊水 除了东市和西市漂浮的几具陪葬官以外 什么东西也看不到 所以当时所有在场的人呢 几乎都有一点泄气的感觉 为什么呢 这么大一座墨坑 全部是一坑水 就是几具陪葬官 所以人们当时啊 包括工作人员在里都有泄气的感觉 所以他们就纷纷猜测这一座墨坑 可能是被盗了 或者可能就是一座很平常的这个墨坑 把水排干以后 首先露出的来的是东市的巨大的主观 以及宗市的这个边中 这个时候 所有的工作人员才感到特别特别的兴奋 所以说法学工作从1978年的5月中旬 到1978年的6月底 离时经50多天 在考古工作人员的日夜分战下 他终于取得了巨大的这个成就 完成了整个法学工作 把增后以末所有的水藏品都结束完毕 但是就在这时 国家文物局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 就是要求不把国词结出来 就将增后以末的原部国保留在现场 建立一个增后以末移植现场博物馆 所以说这第五部法学计划就最后取消了 现在大家还可以到现场 也就是隋州雷古登增后以末一直现场博物馆 看到增后以末巨大的故事 增后以末发掘完毕后 那么增后以末的末障结构 应当说是很清楚了 增后以这种末障呢 它是呈不规则的这个曲子型 南北宽的16.58米 东西长的是21米 面积是220平方 整个国词是构筑在一个红砂岩的墨坑中 但是这个墨坑呢 有多深呢 由于上部已经挖掉了 后来经过长城的边线进行扶原 还有多深呢 还有11米 就是从上部到锅盖板到底部 一共是11米 那么上部原来也有推平 所以这一座墨障的原深度应当是13米左右 增后以末的这个果实是由171根这个方部所构成 它的构筑方法呢 是先铺底板 然后再铺12道墙板 将果实分为东 中 西 北 四个实 东实 主要放置主观 西实 主要放置陪葬官 中实 主要放置礼器 以及边中 北实 主要放置车马 兵器 这些东西放完之后再盖国盖板 其上再填土 那么填土呢 是交替进行的 主要是填这个五花土 还有青膏铝 还有青灰土 是吧 在国实以上 大概2米8左右 再铺一层防盗用的这个石板 增后以末 主观 是最大的 应该说是目前全国所发现最大的 多大呢 它的长度是 3米2 宽度是2米1 高度是2米19 这个棺杂的结构 我们没有拆它 所以说呢 细部结构不一定很清楚 但大致可以看出 比较奇特 它是由铜母混质而成的 怎么制作的呢 它就是 棺盖和棺深 先用铜框架 制成 然后在铜框架之中 再镶嵌 木板 制造以后 棺内全部修红型 棺外修黑型 然后在杰上用红 黄 两色彩绘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 这个棺材的结构啊 让人很 称奇的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铜框架 根据所在部位的不同 全部做成了脚型 公子型 即槽型 这些形状 几乎以现代 钢材工艺相同的这个形状 也就是在战国时期 都得到的运用 这是主观外观 那么外观之内 再放内观 内观也就是放置 真后与尸体的这个棺材 这个棺材也比较大 这个棺材的长度 是2米5 宽度是1米27 高度是1米32 这个棺材呢 它就不像外观 那么复杂了 但是这个棺材的结构呢 也没有测开 有些细部结构 我们也不太清楚 但是大致知道 它是用厚的模板 通过绳头来结合起来的 所以棺内呢 是修的红气 棺外的是修的黑气 然后在黑气上面 再彩绘 所以这个棺呢 它是放在外观之内的 那么棺外的彩绘是什么呢 除了一些门窗以外 还有一些神像 以及龙纹 它所表现的内涵 可能是与神话题材有关的 这些神话故事 这里给大家讲一讲 曾侯以沫 祖官出土在东市时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出土时 它是歪着的 曾侯以沫的发觉 吸引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一时之间 大家议论纷纷 猜想着 这座墓主人的各种可能 根据黄凤春老师的回忆 当曾侯以沫的主观 在东市出土时 一个奇怪的现象 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个主观不是平放在地下的 而是倾斜的 那么这就令人不解了 为什么这个棺果要斜着放呢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怎么歪着呢 因为曾侯以沫 外观外啊 都伸出来有十根 筒的绳头 是双绳朔的 其中有一个筒绳头 直接插进了 锅墙板的里面 那么这个棺呢 也就是说 从南部向 紧贴东市的南比 这个棺呢 在出土的时候呢 它的西部 是着地的 东部 是歪着的 就是悬空的 倾斜度是多大的 就整个棺深 向西倾斜的 大有三十度 那么我们在法学当中的时候 就感到很奇怪 古代 埋葬 不应当会有这种现象呢 为什么要放一个歪棺在里面呢 而且 外棺的铜绳 已经深深地插在了 锅墙板上 后来经过分析 这可能是在 下葬真后 以此 出现了一场意外的事故 因为古代的这个棺材 下葬的时候 它是自上而下 通过绳索 来掉下去的 可能在 掉棺的这个途中 绳索突然 出现了断裂 以至于整个棺木 整体下降 就突然落下 然后就 有一个绳头 就直接插在了 这个国墙板上 但是 当时下葬的人员 就根本没有力量 来把它扶正 为什么呢 因为真后以末的 主观很重 多重呢 后来经过 起掉真后以 这个主观的值 起掉机上的 最重数量是多重呢 是9吨 假如我们 除去一些水分 那么当时 这个真后以 的主观 至少有6吨 大家想一想 在当时 没有机械的情况下 要想把真后以 的主观扶正 是很困难的 所以说 真后以 在这个歪观中 一躺 就是 2400年之久 直到我们 考古工作人员 把这座墓 发掘完毕后 才使得真后以 主观 在 放正了 那么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 当时 这个棺材 除土时 是 呈南北向放正 南北向放正 但是下葬的时候 原先下葬人员 是想把这具棺材 朝东西放正呢 还是朝南北放直呢 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了 但是 由于这座 棺材在下葬途中 神说出现了断裂 所以就直接 落到了国内以后 也就 不动了 所以我们 这就是一个 秘了 在 真后以末 东史 以及 西史 还出土了一些 陪葬官 其中 东史 出土了八具 西史 出土了 十三具 一共是 二十一具 这二十一具棺材 都比较小 每一具棺材内 都藏有一名女性 后来通过对这些骨骼进行鉴定 这些女性的年龄 都是从十三岁到二十六岁 身高呢 都是一米十三到一米六零 这个高度 根据推测 这些女性 可能 就是 曾后以末 进尺人员 或者是 兵妃 或者是 岳武人员 曾后以末 这个 每一个史 都出土了 很多 这个文武 其中 东史 中史 西史 北史 都是有序的 这个放置 国内文武 总共出土文武数量 是一万五千四百零事件 根据质地 我们可以区分 它是由 青铜器 乐器 这个 齐木器 兵器 车马器 金器 玉器 骨器 脚器 等等 同时 还出土了 两百四十枚 竹简 其中 这一批 竹简的内容 主要是 记录的 就是 隋藏品 也可以 算作是 隋藏器物的 清单 也就是说 某某人 送给 曾后以的 什么东西 就是记录 这些内容 曾后以末 除了文武数量 如此之多 大家都 可能知道 但是 可能也会 有疑惑了 曾后以末 不是被盗了 为什么还会出出 如此之多的 文武呢 这个题诀 是一个谜 但是 我们通过 现场发掘 是可以 解开这个谜 曾后以末 自上而下 的确是有一个 道洞 它是位于 东西和北西 交界的地方 自上而下 学相 直接 落入到 中石 东百礁 那么当这个 道洞 落到东百礁的时候 就打断了 中石 东百礁的 一块盖板 大有八十分分 在清理 这个果实的时候 清理中石的时候 鱼里清完之后 我们就发现 这个道洞下面 除了器物 稍有移动以外 发现了一些 道墨者 所丢弃的一些 用品以外 文武并没有丢死 也就是说 曾后以末 没有被盗卷 这里就有一个疑惑了 道墨者 在盗卷 曾后以末的同时 可以说是 费尽了心机 穿着于 十三米的地下 而且已经锯断了 果实盖板 为什么没有盗卷 这种墨藏呢 后来经过分析 因为曾后以末的 果实 保存很好 当它锯开 果实盖板以后 发现是 一满果的积水 所以道墨者 就无法下手 这个果实有多深呢 果实的内空深度 是三米三六 远远超过了 一个人的高度 所以道墨者 看到了这样一片 水了之后 它无从下手 但是它也不心肝 所以它就 用竹膏 在这个道洞内 搅动了一发 也就是我们后来 清理当中发现的 这个七五老洞以外 其中这个道洞附近呢 还有曾后以的 边庆这一块 所以说 曾后以末 没有被盗卷 可能就是这个 芒果的这个积水 也就是这芒果积水 才避免了 曾后以 被盗的额韵 尽管曾后以墓 有被盗的痕迹 但幸运的是 墓内积水 让它夺过了一截 经过对道墨者 遗物的分析 考古学者判定 曾后以墓 被盗的年代 大约在战国晚期 至秦汉时期 也就是说 在此以后 这座墓 没有再受到 道墨者的光顾 所以才能完好无损 出土了如此之多的器物 那么随着这座古墓 慢慢地呈现在 人们面前 人们越来越想知道 这座墓的主人是谁 为什么后来 考古学者 把它叫做 曾后以墓呢 他们判断的依据 是什么呢 曾后以墓呢 发掘以后 大家可能 都有一种想法 为什么叫它 曾后以墓呢 就是在考古学当中 我们判定一个墓主的话 主要是通过 这个墓主的 这个信息 也就是文字信息 来确定的 如果说这座墓藏没有文字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能不知道 它的墓主 但是曾后以墓呢 不一样 它有很多的这个文字信息 抛掘以后墓主的信息 已经下葬年代的信息 曾后以墓呢 它是在 所有出土的青铜器当中 绝大多数青铜器上 都有曾后以的名字 其中很多青铜器上 都有曾后以 着词用钟 或者是曾后以 用钟 什么意思呢 就是曾后以 制作并持有 终身享用的 所以说 在这批青铜器名文当中 曾后以的名字 一共出现了 208次 作为人民 在同一墓内的 不同器类上出现 这么多的次数的话 在一般的墓葬中 是很少见的 这就为判定墓主 提供了 强有力的这个证据 除了在曾后以边中上面 建有曾后以的名字外 我们还在兵器上 比如说歌上面 建了还有曾后以 用歌 曾后以之走歌 曾后以之请歌 一类的名文 所以说 这应当是曾后以的 一座墨葬 没有悬念 那么更为重要的是 是什么呢 就是在曾后以 边中的一间 博中上面 也有明确的反应 就是这套边中的 博中上一共出现了 有31字的名文 名文是说 记录的是 制作者 为谁制作 是哪一年制作的 名文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为王56年 又六四 反至西洋 楚王雄章 着曾后于忠于 其殿之于西洋 其永辞用相 是这31个名文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为王56又六四 是一个纪年 这是指楚慧王的 56年 反至西洋 是说 从曾国的都城西洋 得到了曾后于 去世的消息 楚王雄章 就专门为曾后于 制作了这套边中 就把它放在曾国的 这个都城西洋的宗庙里 供永远即使曾后于用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这就说明了 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墨也应当是曾后于的 其实通过这个 编驳的名文 还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什么信息呢 那就是年代信息 说明曾后于的死年 或者藏年 就是楚慧王的56年 即公元前的433年 那么这个年代呢 应当说 是比较准确的 也应当说 是我们在 所有发掘的末章中 是最为确切的一个年代了 但是也有另一种说法 说公元前的433年 这一年呢 可能不是曾后于的下葬年代 为什么说呢 那就是对于反制西洋的反 是怎么理解 有学者认为 反制西洋的反 不是作为福告 是说 是说楚慧王从西洋返回去 返回楚国 然后再为曾后于制作编中 也就是说 公元前433年 楚慧王的56年 曾后于还活着 那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 那么 通过对曾后于骨骼的鉴定 其实曾后于的死年 生成年代有多长呢 就是42岁到45岁 假说这一说法能够成立 或者说公元前的433年 曾后于还活着的话 那么也就30年以后 也应该就不再了 那就应该到什么呢 应该到公元前的400年 曾后于就会死掉 当然也不会排除 楚慧王送给曾后于 不过中以后 不久就死掉了 但是无论怎样理解 反之西洋鱼 曾后于末的年代 只能在公元前433年 到公元前400年之间 所以说这个年龄段 也是这样的早期的 所以曾后于末应当是一座 确切的年代 曾后于末出土以后呢 其实呢 最有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曾国 就是关于曾国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无论通过曾后于的这个明文 还是通过 逐渐文字 我们都发现 发现这个曾国 与楚国的关系 相当明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曾后于的编中里面 我们发现了 楚慧王亲自为曾后于宋藏 而且为他制作编中 另外一个 在祖简中 我们还发现了 前来为曾后于宋藏的 除了楚王以外 还有楚国的太子 楚国的令营 楚国的司马 楚国的这个封军 以及楚国的大夫等国家官员 这个曾国就同 楚国关系非同一半了 所以说关于曾国 又不见于实在 所以说这个呢 就引起了 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曾后一幕发掘以后 学术界就围绕着 曾水关系的问题 就开展了 这个长时间的讨论 可以说一直到现在 主要是这个曾国 为什么会葬在 谁国的地盘内 这个曾后于死后 为什么会受到 当时和和楚国的 鼎礼膜拜 这个曾国的背后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下一讲 我们将为大家逐一揭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